文章来源 樱桃大房子 自517就是新政后 市场可谓是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 6月份已经结束 各大一线城市楼市成交数据也已经公布了 我这两天看到不少房地产媒体都高喊 6月份楼市重回巅峰 楼市成交火爆 市场真的如此火爆 阴跌三年后 中国房地产真的拐点一致吗 刚好2024上半年已经过去了 我们最近就把一线的数据拎出来 和大家客观分析一下 北京由于上星期就写过了不赘述 新房价格暴跌后 北京终于忍不住出手了 今天樱桃主要分析上海 毕竟最近上海真的火 广深下周再和大家分析 网上成交火爆 应该是从上海楼市传出来的 但有一说一 看了上海6月份的新房二手房成交 你不得不说一句真火爆啊 6月上海二手房成交26374套 环比增长41.1% 同比增长102.8% 这一成绩创下了近三年的单月最高成交记录 新房成交也有6677套 环比上涨66.8% 同比下降26.5% 新房成交虽然放在前几年来看很一般 但也算是创下近一年内的新高 最近无论是上海的中介还是上海的自媒体都高潮了 认为上海楼市已经调整到位 是本轮房地产危机第一个回暖的一线城市 但我还是想提醒一句 话真的别说得太早 至少看三个月的数据后才能看到结论 上海在今年3月份迎来小阳车行情 4 5月市场就回归平淡了 一直到5月27号新政后又被打了一波鸡血 成交突然就火爆了 也就是说最近的成交火爆主要是来自527政策的利好释放 527政策最大的利好除了降低首付比例之外 还有就是外地户口在主城区购房社保 从5年变成3年 郊区是2年 新政一出 大量之前因为单身 社保缴纳期限不足等因素 被限制的年轻人需求都被激活起来了 纷纷选择入市 而这个群体一般只会选择地段更好的房子 根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监测 527新政后有两类房源更加好卖 一类是总价300万元至500万元的 另一类是总价1000万元以上的 也即市中心的二手损盘 以老破小为主 还有就是大面积的次新房新房 之前我们就写过 今天老破小突然回春 主要是价格跌到位 租售比突然起来了 年轻人为了工作方便 于是纷纷上车 新房市场方面 今年上海豪宅热都上热搜了 越贵的房子越抢手 6月份的新房成交当中 成交量最多的就是1000万以上的豪宅 不得不说 上海太有钱了 豪宅是真的火爆 绝非虚假 松榜限购后 不仅仅是上海本地有钱人在买 很多江浙老板也在买上海豪宅 长三角的购买力杠杠的 拿中海顺畅九里举例 非310户籍 开头的外地户籍竟然超过一半 其中以温州和南通的购买力 尤为突出 要知道 很多江浙小老板都会在上海注册公司交社保的 买房一点难度都没有 但另一边 豪宅和老婆小伙热 却掩盖了落寞的五大新城 但偏偏这才是上海新房库存量最大的地方 金山 凤贤 崇明 都超过20个月的去花周期 五大新城不少新房价格总价五六百万 上海年轻人宁愿买内环的老破晓 重新装修 而长三角的外地人 更愿意在杭州苏州最好地段买一套房子 腻要鸡头 不要凤尾 所以 五大新城的位置挺尴尬的 房子不好卖 有的开发商也在偷偷降价 除了折扣优惠 甚至有的 还给客户送宝马 送金条之类的 比如家定的某项目 打起买房送黄金的噱头 不少房源算上杂七杂八的优惠 算下来优惠能达到八五折左右 等于一套四百五十万的房子 现在大概只要三百八十八万 也变相在杂盘了 上海楼市绝对没有媒体口中如此的火爆 当然上海毕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就业面经济面强大 比起广深 上海的市场明显更加坚挺 但随着新政释放的需求消化差不多后 要看接下来出什么大招 释放更多需求了 否则很难持续下去 现在选择买入上海的 大部分都是冲着性价比去的 比如二手老婆小租售比高 个别租金收益率能到2%至3%以上 豪宅新房有限价 换句话说 一旦老婆小价格不在性价比高 年轻人就不会选择上车 所以短期内价格也不会上涨 另外新房豪宅之所以被富人疯强 说到底就是定价低了 像中海顺昌九里均价17万 可他周边的二手房都能卖到20万以上 我以前就说过 豪宅新房限价本质是给富人的买房补贴 所以现在上海的新房豪宅那么火 一是有倒挂优势 二是稀缺 可未来要是不稀缺了呢 或者说没有价格倒挂优势了呢 根据上海本地自媒体的推测 今年接下来还会有近1.3万套3000万以上的房子入市 都是大户型 都是一些旧改地块 集中在内环 不知道下半年全国的富人还买不买地过来了 关于豪宅价格似乎也在瑟瑟发抖 不过有一说一 最近上海楼市还有一个隐藏的大利口 金融行业大整顿 昨天中金女孩的离世引发众人讨论 这个女生很多信息都被一一爆出来 其中有一点很多人都关注到了 买入上海1500万豪宅 贷款1150多万 月供5.6万 我看大多数人都在感叹这个女生 才30岁 怎么敢这么大胆上 这么高的杠杆 在前几年金融圈人均百万的时候 她的这个月供是属于能力范围之内 网上还有人说是房子跌掉首付 这也是谣言 大家没看到真实信息 不要相信 但上海作为中国的金融中心 金融的购买力的确对上海楼市有影响 作为明星基金经理的聚集地 一向是上海豪宅的忠实拥躬 有利接盘者 比如人恒河滨城就是市浦东中产心目中的白月光 金融从业者的耶路撒冷 办下投资的创始人李贝就曾经说过 人恒河滨城是中国基金经理密度最高的小区 住户里面估计有几百个基金经理 就他熟悉的就有几十位 他估计人恒河滨城的住户合集管理的资产规模 可能超过十万亿元 而在2021年的时候 中国公募基金规模也才25.72万亿元 众所周知 基金夜靠收取管理费和老保收 作用20%以上的平均毛利率 哪怕是2023年 大家都亏钱的情况下 公募基金全年收取管理费 共计1356亿元 这1356亿元扣除一些给银行的托管费 给券商的结算费和一些销售服务费之外 剩下20%是给2.6万名从业人员瓜分 算下来人均104万 这还是平均数 能力稍强些的明星基金经理 募集规模超百亿的 年薪千万也不是梦 这些基金经理手里拿到钱后 别以为他们会去买股票基金这些 行业内都知道 金融圈的专业人士都不太信A事 搞到钱后都会选择第一时间买入上海的豪宅 21年 网传上海翠湖四季一套 总价1.7个亿的大平层 单价接近44万一平 前业主是某明星 后由某女基金经理接盘了 那几年明星基金经理的收入比明星还要高 只是谁都没有想过 落袋为安的钱会有一天被通知要重新吐出去 网传退薪群 有人因为退薪 只能把当年总价4000万买入的世贸滨江一号 335平方的大平层 割肉出掉 一口价2850 单价8.5万 目前可以看到 同户型的挂牌价已经在4000万左右 但是同小区的承销房源 已经出现越来越多单价89万起的房源 贝斯金融圈的降薪越来越多了 除了券商 今天我还看到了银行业也在降薪 这一把金融行业大整顿 搞不好最后还会掀起一阵上海豪宅市场的兴风血雨 这一把金融行与上海豪宅市场的兴风血雨